HAPPY BORTHY TO YOU TO YOU 最难听的一首歌 随便一首流程歌曲都比它好听 我们每年还要唱 很奇怪 吃蛋糕 吃 每年都吃 每天都吃 不够 吃 当然在西方也有她们的一套 最早是古希腊女神 喜欢吃风雨 再加上这个点燃烛光 感觉有那种氛围神圣感 到后来她们的阶层才能吃得上蛋糕 那现在都能吃得起了 所以大家实际吃 谁一个少一个呢 她们也讲究这一天 在以前都说这是灵要受的入侵 所以说我要切蛋糕 我要吹蜡烛 要赶走她 基础 很奇怪 她们怎么也是这一套 那以前西方更是迷信这些东西 那她都是有经验的 有相当的长的历史的过来人 才会有 那中国到清朝 勉强来说文化还在发展 那现在什么都忘光光了 那清朝的时候还要躲这一天生日 不会客 甚至我远行出门 但是这一天呢 她是这个星体的能量 比较强 对你个人来讲 就有起的主意 你看每十二年就要一太岁 所以 那个时候 补洗就有祸 所以一般你想平淡 没那么容易 那每一年的这一天呢 你要注意 是哪一天呢 中国古代是过阴历 现在是过阳历 阳历可以说就是 你过的是太阳的生日 那阴历是月亮的 那为什么古人一看月亮这个日子 好记忆 方便啊 农民多嘛 农历很重要嘛 但是有的皇帝也为了简便嘛 这还是很有的深究的 你要非要过几点几分 那一秒 那你就等那一秒你再过 怎么过 那差不多就行了 那至少有三个生日 你要是以别的行星 那你过了个外星人生日也可以 不要轻易过呀 古代这个 很多忌讳的 难不过九 里不过十 那九还有阴九阳九 阴九就是九的背数的那一年 那逢九的时候都说八十大寿 那八十就很难得了吧 还有百岁 这就是中寿上寿 那堪称寿 你起码要六十六十一夹子 所以说这天你要过 那小的时候就不要过了 都从来都不过 最多加两个菜 然后吃这个长寿面 也多半是年纪大的比吃的多 那小的时候一般吃个鸡蛋 红鸡蛋 那为什么红的呢 就很寓意了 你看面是长寿 那蛋 诞生呢 你就从蛋里来的 红色的 即使不红 找不到红的染红的 父在不留须 母在不轻生 这是母亲的难日 所以你有什么可开心的呢 你要感恩父母 生你值日 那关于不留须 我们再说了 其实就是 古人也溜胡子 就是为了让你看起来 你常在父亲身边 不让你看着 像兄弟一样 感觉意义上是折他瘦 这样不太好 我们要领会精神 这次叫文化 从下月开始每天继续录作品